新竹县竹北东平问礼堂有90年的历史 民国96年被登陆为历史建筑 但屋顶时出现了漏水 左厢房墙面也崩塌 在文化部的补助下 第一期将花费2000多万来进行修复 再利用工程举行了开工 要维护珍贵的客庄或房屋 手持金锤和沼子 众人三锤锤下金砖 象征电机永固开工大吉 竹北市东平问礼堂 修复再利用工程最新开工典礼 从1943年开始 见到现在也差不多90年的时间 在高铁特区的时候 征收的时候 这个我们把它征收过来 变成我们公家的一个财产 那对于它要怎么样修复再利用 我们特别重视周边社区大楼的意见 以及我们也参考了 我们整个竹北地区 这么丰富的文化资产 如何让所有的这些文化资产 历史建筑能够连成仪器 让我们竹北的这个底气更是强大 1934年新建的三合院有90年历史 一堂三合具有客家农村建筑特色 民国96年被登陆历史建筑 但珍贵活房屋经风吹日晒 屋顶漏水 做厢房墙面崩塌 或文化部补助进行修复再利用工程 第一期花费2620万 先做房漏 墙体附旧 木座等结构工程 预计115年5月完工 包括我们的专座瓦座跟木座的匠师 一起来参与 他们都是经过文化部 文化资产局的一个认证的匠师 那希望在整个修复上的话 可以更符合大家的一个期待 很希望这个整修之后 这变成一个好的景点 融合这个新住民跟旧住户 大家的情感在这里交流 泥座瓦座油漆彩绘 都将由文化部认证的 优良匠师群操刀 等到二期经费到位 将加快集电设备和空间整体规划 要打造展览修器观光 兼具的多元教育场域